香港 热死了 开等机就太热了 好像没开门 没有天气 舒服天气 现在 看见的所有女生 都在身上 都在身上 当时的香港 是特别的潮湿和温热的 所以你们看到这个画报上的 这些演员的背 其实全都是湿的 所以 很粗略 所以湿湿的挺好的 翻译小姐 你确定这句话翻出来之后 不会让人家误解吗 你是欺负我和北京干是吧 什么叫湿湿的挺好的 湿湿的好吗 好 因为湘嘎刚刚说了 是一个很潮湿的地方 所以 这张图上都是潮人 这个她应该翻译不出来 在这部剧当中 其实 大家看过的都知道 这个金俊贤呢 算是跟我们的 之前有了第一次的经历的接触 这个时候应该是第一次的活动吧 是的 然后呢 因为 在那个 戏里面 我是老杨嘛 然后是 他们是前辈 然后他们看着我长大 所以 跟他们一起合作让我特别的紧张 所以 特别 这个 无法呼吸 无法呼吸 湿了吗 我说被湿了吗 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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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不同的剧情当中 可能 比如说有打戏 有文戏 一定会有一些爱情戏 这个 因为作为演员 其实我们大家好像就觉得说很羡慕演员的生活 因为演员其实可以过很多种不同的人生 在不同的时代穿越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有的时候就会 诶 慢慢的感觉 诶 自己的这个身份也会在变化 那接下来聊的这一步呢 对吧 我们就更加入骨一点了 因为刚刚在看这个VCR的时候呢 你们尖叫声是最大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有大的隐藏者 其实你们很想这张海报是刚才的那个 对吧 在这部剧当中 金佑贤展示的就是她的这个 作为男人魅力的肌肉 来聊一聊 在演戏的时候 特别是拍这部剧的时候 有没有特意去健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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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都動得很僵硬 這句就是演員的興奮 譬如你兩個人是在說笑笑罷玩的 你怎麼把他逗笑了 好 下去再說 我們接下來最後這一部 我們來看一下大蘋果 這部是剛剛播完的 距離他這個演戲的回憶應該是最近的一部 叫做 看一遍的請舉手 看過兩遍的請舉手 三遍 四遍 五遍 六遍 然後最近有那麼多不務生業的朋友 一直在回味這部劇對不對 是 是 OK 讓他自己來聊一聊好不好 今天對一個